艺术家卢志憲投入木雕創作22年來 創作出許多優秀作品 为了分享这些作品给民众欣赏 他也于新农图书馆来办理一场 为期一个月的龙翔雕刻创作歌展 展示了许多有关于龙的木雕作品 这是在珠山新农图书馆的展览 最主要是推出个人的一个22年以来 第一次的歌展 然后歌展目的是 以推出龙鹿雕化为主軸的一个饗宴 一种龙的家族跟木头的一种自然做一定的结合 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说 以木头不同的呈现 然后做出每一件不同的一个生命力的龙的作品 龙是东方人代表图腾 深具华人文化特色 此次卢老师所展出的作品 每件都是将龙融入雕法 展现独树一格的木裔美学 展棋将到7月31日也欢迎民众能够前来观展 龙的作品因为它东方人的一个世界里面 全世界就认识了 也就是以龙为主 你到任何一个世界地方 你跟它讲到龙 它一定是跟我们东方中国人有关系 我们展棋是从7月2号到7月31号 所以欢迎大家有空过来好的地方 看看我的一个个人各展 艺术家卢志献此次能够办理雕刻创作各展 分享优秀木雕作品让民众欣赏 也提升地方艺文风气 先议员蔡孟儿也感谢卢老师的用心 并邀请民众一同来欣赏这些 巧夺天工的木雕作品 议长和尚峰表示 此场各展所展出的作品都相当优秀 风格独具 也建议喜爱木雕创作的民众 能够把握展棋 前往欣赏卢老师的精湛作品 记者卢宇凯 卢山采访报道